老婆彻夜未归的那晚,我消失了,她去见了白月光初恋,并且聚集了我的来电。我发短信哀求她,你别乱来,否则我会死的。而她注销了我所有的游戏账号,威胁我,还在赌气呢再不回来,我就把你的宝贝哈士奇也丢了。 我急得发疯,却无能为力,因为攻略任务失败,系统已经将我彻底抹杀,毛都不剩一根那种。老婆的初恋回国了,我努力不让她看到新闻消息,可她还是瞒着我去找她了,并且跟我留言保证。我和她现在只是普通朋友,你别误会。 我惶恐不安地在客厅里来回踱步,心里酸酸的,闷闷的。一生一世一双人,是攻略系统给的任务。如果老婆背叛了我们的婚姻,我就会被彻底抹杀。此刻,我选择相信她,毕竟我对这段感情充满了信心。 中途我没忍住给她打了一通电话,她喝醉了,连声音都有些交流。老公,不用来接我,我自己知道回家,放心,乖,我们一会儿见。他们约会吃饭的地方我并不知道,我选择开车出去寻她。打过去无数次电话,拒接,然后提示关机。这一刻,我心乱如麻,好吧,我慌了。 我不停发短信求她,如果你真的放不下她,我们离婚。千万不要做对不起我的事,我会死的,我真的会死的。 城市霓虹灯眩彩明亮,我的车停到空落的小巷,因为系统冷冰冰的声音响起了。 宿主,很遗憾地通知你,你在该世界的攻略任务已经失败。 我大脑一片空白,双手握紧了拳头,一下又一下地砸向方向盘,玄折的一颗心终于掉死了,可是我好不甘心。 系统依旧声音机械,只是这次像被卡顿了般,你的老婆已经和她,根据惩罚机制,你将在天亮之前被抹杀。 可我没想到凌晨时,她回来了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,是她的初恋送她回来的。 门被打开,将悬搂着我老婆柳如烟的腰,语气暧昧,今天你也累了,快回屋里睡觉去吧。 呵,我的心剧烈绞痛,愤怒到快失去理智。 我从沙发上站了起来,打开客厅的灯,直接戳破。 柳如烟,你不是已经睡够了吗?还需要睡什么觉? 她愣了一下,站着身体面色冰冷,与景川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啊,我今天喝多了些,所以才叫江璇送我回来。 她开车送你,哪怕绕成一圈都用不了三个小时。 更何况,和她理论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。 她注意到我脸色不对劲,反而生气质问,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善度了? 连自己的老婆都要怀疑,江璇慵懒地靠在门上,眯着眼睛欣赏我们吵架。 我拿起桌上的花瓶狠狠朝她身上砸去,当年明明是她先抛下你去了国外,你忘了吗? 你已经嫁给我这么多年了,你也忘了吗? 可我没下得去手,花瓶偏移,砸到了离她不远处的地板上。 榨开的玻璃碎片让她的眼神都清明了,支支吾吾开口。 我晚上是真的喝多了,而且江璇这次回国是专程向我告别,以后她都留在国外发展了。 再说,我和她都放下了,你要是真的介意我和她的过往,当初就不要娶我啊,你在这里发什么疯。 我听完之后,轻轻地笑了,抽出一根烟叼进嘴里,自嘲,别装了,做过的,要承认。 烟雾飘在柳如烟脸上,她拧眉,承认什么? 江璇一个人在国外漂泊受了这么多苦,又有什么错? 你现在能不能不要找她麻烦吗?算我求你。 我怂怂肩,不会了,反正你以后不会再看我了。 江璇笑出了声,嘴角勾起,满是嘲讽。 你们慢慢聊,我先走了。 门被关上,柳如烟神色缓和下来,上前一步,勾住我的脖子,扁起脚碰到了我鼻尖。 老公,还吃醋呢? 放心,我最爱的人是你。 我打横将她柔软的身体抱起,她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我颈尖,让人心生热火。 想到前不久她和初恋的事,我直接松开了手。 她扑通一下摔到了地上,我厌恶地擦拭自己脸上被她碰过的地方。 你真脏,还不忘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。 她愣住了,痛得都忘了哭,过了好半天,才爬起来,气急败坏地摔门而去。 于景川,今天你敢这样羞辱我,最好不要后悔。 当初要不是你砸钱威胁将悬送出国,我早就和她结婚了,根本不会选你。 当年,我老婆柳如烟是全校万千男生的梦中女神,她那张绝美惊艳的脸,根本不需要什么美妆修饰。 只要是柳如烟选秀的课,场场爆满,连教室外都挤满了人,其中也包括了我。 而人人都知道她除了江玄以外,根本不会和其他男人多说一句话。 你也喜欢她,那时的江玄是主动来找我的,她递过来一张卡,给我足够的钱出国研修,我把她送给你。 情敌见面,她却拱手相让,我二话不说给她转了钱,送走了这个头号竞争对手。 攻略任务系统的提示,来源于我对柳如烟一见钟情那刻。 一开始任务只是娶到她,我并没有觉得有任何压力,甚至还很激动。 毕竟我是真的很喜欢她,自从江玄走后,我终于靠着迟之不懈的努力终于抱得美人归。 柳如烟同意嫁给我的时候,说天上有彩虹的时候想拍给你看,听到好听的歌想唱给你听。 有难过的时候,希望你能懂我,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想分享给你。 你只要回复慢了些,我就会担心你是不是不关心我了。 我讨厌这样不稳定的关系,所以与景川,我们结婚吧。 我永远也不会忘那天心跳的速度,当然也包括提示攻略任务完成的悦耳提醒。 可没想到的是,居然还有第二个攻略任务,一生一世一双人。 如果你的伴侣背叛了你,你将会被系统抹杀。 一开始,我以为系统是来考验我的。 毕竟社会上形形色色,还是有很多诱惑。 直到我看到老婆的好友聊天列表里置顶了江玄的对话框。 我急了,她总是用行动安抚我。 窗外乌云滚滚,雷声轰鸣。 她在我怀里目光迷离,空气变得热乎暧昧。 我认真严肃告诉她,如果哪天你不爱我了想离婚,我会同意。 但你千万不要做背叛我的事,否则我会死的。 她笑了,信誓旦旦,老公,我可不是那种人。 如今,看起来就像个笑话,后悔了吗? 嗯,就该在发现她心里还有江玄的那一天和她离婚。 哪怕我随便找个职务人结婚,也不至于就这么死去。 我苦心经营的公司,银行里还有那么多存款。 我的游戏账号里那些开黑的好兄弟们。 甚至我花了几百万收集的限定手办,球星签名,限量球鞋。 天亮的那刻,就再也见不到了。 手机铃声响起,是陌生来电。 于景川,我是江玄。 呵,她又来找我了,你可真没出息,送你的都把握不住。 送我去酒店吧。 江玄故意没有挂断电话,是柳如烟上了她的车。 如烟,你怎么这副脸色,之前不是说一定要回家吗? 她像只疯狗一样,不想提她了,我累了。 暂时不想和她见面了。 江玄笑出了声音。 可是,当初你给我发邮件说要嫁给她的时候,很坚定吗? 现在后悔了,那是不是可以考虑身边换个人? 毕竟,我是你的初恋啊。 难道这么多年,你不想我吗? 柳如烟的声音软了下来。 好了,阿璇,别闹了。 电话被掐断了。 我搭拉着脑袋,烟灰台已经塞满烟地。 很快就要离开了,我拿出电话打给我的意思。 电话被接通,她声音很困乏。 这才几点啊,早起会让我有种魂飞魄散的感觉。 她是我一起长大的好友,关系比真金还老铁。 我是想和她交代后世的,但一听她的声音,情绪莫名稳定了许多。 柳如烟出轨了,我要死了。 她听不懂,甚至拔高了音量,她会出轨,鬼都不信。 除了你,她根本不会看其他男人一眼。 是江璇回来了。 好,离,马上离。 你要钱有钱,要言有言,喜欢什么女人追不到。 只要你不爱她,她连个屁都算不上。 我沉默了,没有接话,开始给她说银行卡密码。 结婚之前,柳如烟为了证明嫁给我不是因为钱,所以做了婚前财产公正。 这样也好,我消失了。 钱就算捐了,也不想便宜她。 易子有些怕了语气慌乱,于景川你神经吗? 别这样,我现在就回来陪你喝酒。 喝到死,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。 不就是女人吗?离婚,折磨她,让她后悔。 现在不是都流行追赴火葬场吗? 稳住兄弟,我跟你讲,我今天骑了一天的自行车,淡皮磨破了,早都洗不了,是不是很好笑? 你想想你的银行存款,你可以去马尔大夫发呆看海,在伦敦广场喂鸽子。 在澳洲潜水,游遍全球疗伤,多么幸福啊。 我要是失恋了,就只能说,累了,哎,瞎特么过吧,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。 说着说着,她就哭了。 因为她知道,我从来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。 可只有柳如烟不知道,哪怕我跟她讲了一遍又一遍,赌书了,我活该。 我将离婚协议书打印出来,签好字准备交给柳如烟,最后的愿望就是和她离婚。 她还没有睡,很快回复消息。 于景川,你跟我来真的。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,好虚弱。 我的身体开始变得透明,轻盈,不断往上升。 原来死亡是那么具象化的存在。 柳如烟,要不是被系统抹杀了,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。 柳如烟心里喜欢的果然是江玄。 无论她说什么,她都不会拒绝。 第二天,她就和她去了三亚度假,住豪华顶级酒店,想私人海滩晚宴。 休假几日,玩得不亦乐乎。 飞机落地的时候,才想起了家里还有个我。 于是给我发短信,让我去接她。 她就在那里站了两小时,才回家。 可惜,房子里空无一人。 柳如烟打开了书房门,我的东西都在,连卧室衣柜的衣服都在。 她松了一口气,打给我公司的助理。 你让于景川接电话,助理沉默了片刻。 于总他好几天没来公司了,柳如烟脸色微变,直接找物业查了监控。 物业经理神色凝重,满脸担心。 车在车库没动过小区电梯,没有她的身影。 她也不在家,就这么凭空消失了。 我失踪了。 柳如烟没有报警,她把我游戏账号全部注销了,还把我的哈士奇送去宠物电机啊。 整墙的手办说砸就砸,发信息威胁我,你还要赌气吗? 那我只好把你的手办签名全送给垃圾回收站了。 我飘在空中,心痛要是有声音,一定把我震撑了龙人。 江璇推开书房的门,往前走了两步,自然地挽住柳如烟的肩。 如烟,怎么,她还在耍小孩子脾气? 那就不管她,正好给了我们相处的机会。 你也知道过段时间我就要出国了。 柳如烟拉开和她的距离,拿起手机看了一遍又一遍。 仿佛没有听到江璇在说话。 江璇脸色一沉,再次抱住了她,头埋在她的颈间。 如烟,我也帮着找了她很久,有些累。 柳如烟眉头紧簇,推开了她,累了你就回酒店,我再出去找找她。 明天再找吧,现在已经十二点了,你这副样子,我很担心。 无论江璇怎么劝她,她还是拎包出门。 她正在原处,兴兴地摸摸鼻子。 我跟着柳如烟进了电梯,她拿起手机不停跟我发着信息。 于景川,你到底想怎么样? 好,算我错了,你回来我给你道歉。 我怒冲冲朝她吼,柳如烟,你装什么担心? 滚。 我这么信任你,你还是跟她搞到一起了,我算什么? 都跟你说了我要死,你就是不信,我早就该和你离婚。 她听不到,驾车在路上飙得很快,我连尸体都没有。 我就不信你能找得到我。 她在大桥上打开双闪下了车,站到栏杆边。 我心里咯噔一下,柳如烟,你想做什么? 结果她只是取下了结婚戒指撅起嘴巴。 老公,你到底要躲到什么时候? 不要和我赌气了好不好? 你要是再不出来,我就把戒指丢下去。 消息依然无人回复,她等了很久很久,大桥上陆陆续续有些车停下来,担心地提醒她不要做傻事。 突然她的电话响了,柳如烟,别找了,我有于景川的消息。 柳如烟赶了过去,将悬往桌子上甩了一堆照片。 于景川和这个女明星度假去了。 女明星叫桑宁,与景川砸钱捧红的,两个人关心密切,被狗仔拍到了不少照片。 还有转账记录,估计这次她是想借题发挥跟你提离婚。 江璇语气十分笃定。 我气得大骂,散兵,你真会给我找戏。 柳如烟不动声色地看完一张又一张照片,面色忧郁。 江璇,你先回酒店。 她愣了一下,放下手中的高脚杯,我想留下来陪你。 我知道你心里有我,门在那边,她好看的眉毛拧在一起,很冷利。 我从未见过她这样对过江璇。 江璇慌乱站了起来,故意没穿拖鞋走到了满地的玻璃碎片上。 血,很快渗了出来。 她择了一声,但还是慢慢打开了门。 她在赌,赌柳如烟会不会将她留下。 柳如烟果然脸上闪过一丝心疼。 算了,你去客房睡吧,记得先茶药。 她果然是个没脑袋的女人,都不想想这些照片和所谓的证据江璇怎么来的。 她一个常年在国外的人,手上居然有这种爆料。 江璇从浴室出来,只围住了下半身。 如烟,洗发水在哪里,能帮我拿一下吗? 柳如烟没多想站了起来,打开浴室的储物柜。 这是什么?江璇眼疾手快地拿出一盒为开封的东西一有所指,不是应该放在卧室吗? 柳如烟脸上的表情变了。 她买的,她故意藏到这里,我就是想要造个孩子而已。 什么叫藏? 而且,她明明答应了等工作不这么忙的时候,就会备孕。 我和她在床上相拥时,连孩子的名字都想了好几个。 那时候,我是真的好爱她。 一直小心翼翼呵护她,为她提供情绪价值,想方设法送她礼物逗她开心。 希望能和她早日有爱情结晶,江璇没有将东西放进去,而是拆开了包装,有意凑近她,那我能用吗? 柳如烟脸红得发烫。 随便你,浴室空间狭小,暧昧顺着这话融于空气中,扩散开来。 我受不了了。 狗系统,为什么不直接把我灵魂也抹杀掉? 时刻一乱吃,床不能乱上,我又没有这样的癖好。 接下来的画面是想我直接气爆炸吗? 后悔了,就该在最后那几小时,把他们两个也带走。 江璇用着我的全套护肤品,穿上我的睡衣,就像察觉到我的存在一样, 挑衅开口,哈哈,你看你自己是不是个小丑。 宠上天的老婆还不是只能被我压在身下,你用不了的东西,我替你用了。 我突然就明白了,难怪这些年柳如烟对她念念不忘。 明明是她自己来找我拿钱的,却反而说是我拿钱威胁她离开的,真是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小人。 她不忘臭美地喷了几下香水,准备打开柳如烟的房门,却被反锁了。 如烟,你不是说可以用吗? 里面传来柳如烟困倦的嗓音。 你拿去,反正锦川和我平时不用,没事别敲门,我困了。 江璇怒了,像是感应到了我的存在,阴沉沉地呢喃了句,你早晚都会是我的。 她默不作声地退回了客房。 第二天,柳如烟穿着一身大牌高定配上百万珠宝去了桑林的经纪公司。 比她璀璨珠宝更耀眼的是她的容颜,公司的人都慌了,以为来了个什么超级明星。 其实我和这位当红女明星桑林并不是很熟悉,只是合作了一两次,她的形象很符合代言标准。 而且在谈合作的过程中,她很乖巧随和,没有明星架子。 庆功宴上我喝多了酒,她叫代价把我送回家,我把钱转给她。 还有一次是,我请客喝全部工作人员喝咖啡,她跟我想到一起去了,并且先下单,所以我给她转了钱。 不是,我转账都备注得明明白白,江璇把字给批掉了,真无耻。 我和于总,桑林微微一笑,她是个很好的男人。 面对桑林模棱两可的回答,柳如烟冷笑,于景川是不是在你家? 如果她真的喜欢你,你转告她,我可以给她自由。 桑林歪头疑惑,站在远处的吃瓜群众突然被人挤开,我的义子从里面钻了出来。 呵,柳如烟,我可算找到你了。 来,离婚协议书,川哥让我转交给你的,签字吧。 好兄弟,你总算来了,义子是从国外飞回来的,那天我所有的后事托给她办理,正好她也是律师。 气氛变得尴尬,众人都没有说话。 柳如烟的视线停留在那份离婚协议书上,而桑林的嘴角微微上扬,义子眼红咆哮,发什么愣,快签啊。 有胆量在外面搞男人,怎么不吱声了,签笔盒吗,装那么多笔。 众人炸开了锅,议论纷纷,柳如烟冷脸。 闭嘴,你在乱说什么,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景川的事情。 义子目光猙獰的可怕。 那天晚上你出轨出炼将旋,什么事都干了吧,还不承认你是真不要脸。 我川哥爱上你,真是眼下,柳如烟慌了神,我没有,那天只是喝醉了。 后来我还回了家见过景川,你把他叫出来,原来他就是这么想我的。 我要当面和他说清楚。 义子握紧了拳头,眼眶微红,仓促低头,我川哥他死了,被你害的。 柳如烟赶走了所有人,会议室里只剩下义子和桑宁。 他精心打扮来到这里,没想到,得到的是我的死讯。 他表现得很平静,甚至都没有留意滴泪。 说实话,我本来还很期待他知道真相是个什么反应。 现在看来,算了,我都不想再看了。 灵魂飘到他身边,算什么个事。 当我想要离开时,他开口,笑斩桑宁。 你们告诉我,于景川在哪里。 义子和桑宁面面相去。 我不傻,活要见人,死要见尸。 无论义子怎么解释,柳如烟还是摇头不幸,视线审视地落在了桑宁身上。 桑宁坦率解释, 我是很欣赏于总,更羡慕你,但我绝对不会做仨去勾引他,所以我和于总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 柳小姐,你真找不到其他女人怀疑了,来怀疑我这个和他见过几次面的人。 看来他的确如传闻中那样,不尽语色。 柳如烟,你听听啊。 我的日常生活除了爱你,就是工作,遛狗。 继续待在这里也问不出个什么事,柳如烟只能算了。 可我的义子却坐在沙发,酷成了累人,你们怎么就不信啊他真的死了,消失了,我相信川哥说的话。 我叹了口气拍拍他的背,他仿佛有感应一样,立马止住眼泪,川哥留了遗嘱还写了封邮件,不过是定时发送。 柳如烟终于忍无可忍泼了他一连水。 滚,你不要在这里诅咒他。 柳如烟又喝醉了,坐在酒吧的卡座里,桌上全是最贵的洋酒,好多男模都来搭讪,他怒气冲冲赶走了一个又一个。 最后,索性花钱请他们一起喝酒,我知道,他是在气我。 我那是吃醋吗?我是怕死,怕他背叛我。 柳如烟添满酒,一饮而尽,兴许是觉得酒吧的音乐嘈杂。 索性砸钱让DJ唱情歌。 我飘得累了,摇摇头。 柳如烟,你我心知肚明,又何必在这里买醉呢? 他自嘲地笑了,仿佛在回答我,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肯见我? 我花了好多钱雇人去找你,你怎么能做得如此天衣无缝,真的人间蒸发了? 好,你要是再不回来,我就真的不要你了。 江璇出现,不爽地赶走了他身边的成堆男模。 如烟,你这副样子让我觉得好陌生。 他给自己添酒,说句实话,他没那么爱你,男人嘛,都一个样。 柳如烟突然想到什么,冷声质问江璇,那天晚上我喝醉断片之后,你对我做了什么? 江璇脸色一白,目光闪躲。 柳如烟颤抖着站了起来,音量拔高,你说啊,你是不是在我酒里放了东西? 他摆摆手,索性直接摊牌,呵呵,是你自己先说想我的。 也是你主动约我出来见面的,三亚酒店都是你定的,你现在问我这些话。 不觉得可笑吗?柳如烟一巴掌扇到江璇脸上,我从来都没答应你做那种事,我心中满是失落。 如果他心里没有江璇,又怎么可能去陪他? 退一万步说,就算真的没有做出背叛我的事。 他去见他,纵容他,精神上已经背叛了我们的婚姻,不是吗? 江璇脸不敢置信,柳如烟,我才是你爱的男人,你现在做这些只是觉得愧疚。 这次我回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和他离婚,没想到他跟个缩头乌龟似的。 柳如烟疯了一样跑出酒吧,宛如一头失控的野兽,脸上布满泪水,老公对不起。 不要消失好不好,不要丢下我。 他跑回了我们的家,疯狂地寻找关于我留下的蛛丝马迹。 没有,什么都没有。 凌晨,他的手机提示信息响了,那是我定时发送的邮件。 照顾好我的狗,我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,如果有下辈子,我不想再遇见你了。 柳如烟再也忍不住嘶声大叫了起来,彻底崩溃。 对,不可能,人不可能就这样平白无故地消失了。 我不信,我不信。 我的义子笑展输入密码走进门,看到气不成声的柳如烟,厌恶地冷哼了一声。 他已经把我的哈士奇接了回来,此时狗狗亲热地跟在他身后,尾巴摇个不停。 其实,这只哈士奇是我和柳如烟在马路边上捡到的。 那时候的他身上已经开始有苍蝇在飞绕,看起来奄奄一息,命不久矣。 他看到有人靠近,拼命挣扎,想要站起来却做不到,只能轻轻摇着尾巴。 这副样子,深深触动了我。 我决定送他去医院,只要能保住他的命,哪怕花再多的钱。 而他也很争气,熬了过来。 这小家伙估计也知道是我救了他,所以只对我一个人特别亲近。 我消失之前,悄悄抱着他哭了。 他什么都不明白,小心翼翼舔干我脸上的泪。 当时我就在想,宠了这么多年的老婆,连只狗都不如。 我在他身上花了这么多钱,心思和爱。 如果不是我,他毕业之后就算吃再多的苦头,也坐不上今天的位置。 柳如烟质问孝展,他消失之前跟你说了什么? 孝展板着张脸,他说绑定了什么系统。 只要你背叛了他,他就会被系统抹杀。 柳如烟,他冒着会死的风险在你身边,你真不是个东西啊。 放心,财产分割,一分钱都不留给你。 房子里所有东西都委托我搬走,包括狗。 这事儿,你信不信跟我没有关系。 反正我信了,他要是留言让我宰了你们。 我也不会犹豫。 今天我赶回来其实挺无语的,你不问问你自个儿做了什么事情。 反而去找桑林的麻烦,真够颠的。 柳如烟双手捂住脸,试图置住自己的乌页声。 我知道,这一刻,他信了。 若是赌气,我根本不会消失那么久,也不会让孝展千里迢迢回来。 孝展联系搬家公司连夜打包,柳如烟想要去摸哈士奇的狗头。 突然,哈士奇抬腿,尿呲了出来。 我忍不住鼓掌叫好,他眼泪不知不觉又掉了出来,你也不愿意跟我吗? 江璇醉醺醺醺地赶过来,见状勃然大怒,你们在干嘛?都住手。 在孝展动手之前,柳如烟目自欲裂地指责他。 江璇,你怎么可以这样?他的死都是你害的,如果不是你回国,我和景川还是像从前那样恩爱,是你给我下的药。 你太无耻了,江璇笑红了眼,手指着柳如烟,你跟我不是一类人吗? 当初我和你从小镇一起考出来,不就是为了做人上人吗? 柳如烟,你说我无耻,我至少比你强,我靠的是自己,你呢? 你靠的是你那张脸蛋,没有余景川,你算个屁。 对,实话告诉你,我回来就是冲着你来的,我当初找他拿钱出国,把你卖了,这么多年就想知道你是个什么滋味。 值不值那一百万,柳如烟气得喘不上气,捂着心口咳嗽。 我没有一点同情他,出轨的女人,石头牛都拉不回来,无论什么原因。 这件事之后,柳如烟和江璇彻底闹掰了,江璇根本不会去什么国外发展,这都是他的借口。 他在国外的钱早就用光了,这次回来本来是想再找我捞一笔,结果我失踪了。 而且因为签了婚前协议,根据我的遗嘱,柳如烟什么都分不到。 这段时间的柳如烟过得浑浑噩噩,日夜不分。 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发疯叫我的名字,老公,三个月了,我好想你,还在生气呢,能不能不要怪燕燕。 我真的知道错了,求你了,你回来好不好,我陪你到老,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 我在空中听他放屁,呸了一声,渣女。 看着他折磨自己的样子,我居然没有以前那样心疼,难过,反而有一丝爽感。 就在我以为他会因此抑郁的时候,他又主动联系上了江璇,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 江璇在国外没混出个名堂,找了家小公司上班,他之前的包装全是高仿。 如今柳如烟愿意回头找他,他自然开心不已,还特意买了一束鲜花。 如烟,你知不知道我接到你的电话好开心,你能想通真是太好了。 气氛有些尴尬,柳如烟开着车,沉默不语。 江璇信信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,我们去哪儿? 去看大海。 江璇一听眉眼笑开了花点头答应,好,我最喜欢大海了,你记得吗? 我们前不久去三亚,海边的日落配上你的背影,简直迷死我了。 可随着车速越来越快,江璇察觉到一丝不对劲。 如烟,开慢点,都一百四了,这样行驶很危险。 柳如烟拧眉,表情冷烈,你也知道危险吗? 一个人渣,说完又猛踩油门提速。 江璇急得去抢他的方向盘。 停,停车,你疯了,当初我亲你,你也没躲啊,不要做傻事可以吗? 和我在一起吧,我们像以前一样,我会好好爱你的。 求你了,停车,会死的,我给你道歉,对不起,我叫你姐,我叫你妈也成。 柳如烟低头咬到江璇握方向盘的手上,他痛得惊呼一声,抽开手的瞬间搬动方向盘。 车以不可控制的速度撞向防护栏,飞向海的方向,在空中翻滚好几圈之后发出刺耳的撞击声,最后抵朝天落在了岩石上。 车速太快,我灵魂都被甩了出去。 赶过去的时候,车里的安全气囊全部启动,遍地的汽油还燃着火焰。 江璇早已流血昏迷过去,柯柳如烟却还有意识,拿出手机却没有求救,反而直直地看着平保上我们俩的合照。 明明空间足够他逃出来的,他此时似乎已经放弃了求生的欲望,我叹了口气,从没有想过他会这样做,实际上他可以继续过自己的人生。 何必呢?柯如烟苦笑摇头闭上了眼,错的人是我为什么惩罚的是你,老公别怕,我来陪你了。 笑摇在最后关头将柯如烟拖了出来,江璇随着爆炸声响起永远留在了里面,我没想到这个义子会跟踪他们,难不成他还真想做什么傻事。 不值得啊,柯如烟被送进了急救室,手术结束后医生面露遗憾,他的双腿保不住了,余生都需要在轮椅上渡过,不知道他醒来之后会是个什么表情。 而笑摇就这样一直陪在柯如烟身边,等他苏醒,甚至格外关心他的脉搏心率,稍有波动就在医院里大呼小叫。 三天后,柯如烟终于醒了,笑摇在我极其震惊的目光下火速掏出了包里的离婚协议书,把笔塞到他手中。 快签字,我川哥最后的心愿就是要和你离婚,你要是爱他,就成全他。 一滴泪从柯如烟的眼角滑落,我心中不是滋味。 一滴泪为了我交代的是,这几个月人都瘦了几圈,不枉我给他在保险柜里留了一箱黄金。 柯如烟虚弱提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 这一刻,我和他的回忆在脑海中如电影般播放,与他相遇,相知,相爱。 在朝朝暮暮的岁月里,车水马龙的人间,我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份爱情。 哪怕知道可能会有一天,山崩地裂,血肉模糊。 我问自己恨不恨他,这羞耻的绿色永远闻在了我的身上。 如果没有这戏弄毁灭我的任务,我绝对会疯狂地报复他们。 可是看着他痛不欲伤的时候,我心又软了。 为什么非要在失去的时候,才知道自己的爱有多浓烈? 校斩在柳如烟出院后,把他送到了疗养中心。 能不能站起来,需要靠他自己的毅力。 可兄弟做到校斩这份上,我还是很感激他。 他说,死了太便宜,不如就在悔恨中反复感悟人生。 校斩牵着哈士奇回到了我的房子,郑重地拿出几份文件摆在桌子上。 其中包括那份离婚协议书和委托书。 他咬着牙,将刻有我名字的印章盖在了上面,深呼吸了一口气。 川哥,你还记得我们一起玩游戏闯关吗? 除了找到快速通关的办法,我们更爱从规则中找到游戏的Blog。 我不明白他在做什么,可是我的灵魂开始消散,只听机械的系统声音。 宿主处于未婚状态,攻略任务已自动删除。 下一秒,我出现在了校斩的面前。 他惊恐地愣了几秒钟之后,大校出声狠狠吹了我一拳。 再不出现,我就真把你的钱全捐了。 到时候你回来只有和我去非洲了。 我看着他眼中泛滥的红,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 哈士奇跳起来蹭我的手,我揉了揉他。 喂,校斩把手挽在胸前。 对我挑挑眉,离婚就能解决的事情乱结什么任务,很爱骂。 我摇头,能轻易失去的都谈不上遗憾。 自我攻略在现实中也叫做恋爱脑。 该骂,全文完。